你 您还看农书啊 今日 常国赞派了料帘 顾植派了唐浅 不肯同路 两人分道去了青州 那我都这么说和不容 这顾大人 可真是个人物啊 顾植为人中正 不当赋予王安黎 却也不是没脑子 他闹得越明明白白 王安黎越不敢除掉他 皇上还是看重纯臣 殿下慧眼识人 佩服 佩服 对了 这钗子 我见你不太会啊 我教教你们 先拆下来 别看着金簪小 但是却十分坚硬 里面藏有九十九根金针 这么稀的一根簪子 里面竟然藏着这么多针啊 是啊 你试试 轻轻一转动 它就会发射 这儿吗 不过可惜了那根针了 你尽管用 其他不用担心 你尽管用 殿下 今日将内薛家一招制敌 瞧这手法 有些眼熟啊 什么眼熟 东郊树林 救我的 不是己业 是您吧 伸藏不漏啊你 怎么救人 都不带妖宫呢 你不也是救了薛家 为了让他撤退 自己做了人质 您说什么呢 我都不认识他 如何要掩护他呀 您今儿个 为何那么及时地出现在一点轩啊 我也不必瞒你 我接到密报 说我保安里的爪牙 要除掉一个流放的犯人 我觉得此事有蹊跷 就让人去调查 薛家是我命人暗中保护的 躲掉兰杰进了京城 我原本以为 他会在顾大人上朝的时候 拦叫喊冤 没想到被承防军发现 才躲进了一点轩 原来如此啊 那这么说 您早就知道青州的事 有蹊跷了 殿下 微臣想去一趟青州 替殿下探明真相 我也不曾去过青州 不如 咱们结伴同行 啊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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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